OK,这个代码写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执行其实就是我们直接去node去跑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到控制台吧 控制台把执行的服务停掉 然后我们直接去运行node src utils 然后readline.js就可以了 好,这指出来这个chrome的占比是0.47 然后后面这个小速是我们没有给它删掉 选入了点后多少位,这就留着吧 这个不是什么,是质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access.log里面chrome的占比 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不用详细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约就是50%左右,对吧 所有chrome的这个特点就是50%左右 好,那就说明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我们的核心在于什么 我们的核心就在于给我们一个日文件 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创建一个readstream 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readline的对象 这样的话readline它也是基于什么 基于这个stream的对吧 它要传入一个stream对象 然后通过readline呢 我们就可以去逐行读取 这是关键 逐行读取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去计算 计算它每一行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数量的累加 然后这个通过unclose就可以监听完成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可以逐行读取 对吧 中间这个逻辑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 当时的业务情况呢 我们自己去改 对吧 所以说只要有了这个逐行读取的功能呢 其实你任何需求都是可以满足的 这是逐行读取 这个是个关键 好,这个功能完成之后呢 我们补充一个之前的错误 就是之前我们找到这个utios这个log.js里面 这个flag 大家看这个第13号这个flag 这个flag呢 之前写成了什么 之前写成了这个叫flag 之前没有注意 写成了flag 然后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改过来了 如果写成flag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如果写成flag的话 它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flag 对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flag 但是你写成了flag 那又说明flag没有传进去 什么都没有设置 对吧 什么都没有事的呢 这个a就不会生效嘛 它就不会是累加的一个生成 所以说我们 编辑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如果是flag的话 我们去运行这个npm run第一位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旦运行之后呢 它这个日志就会 这个access.log这个日志文件就会清空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访问啊 访问完之后 比如访问了三次 它生成了三条日志 但是三条日志生成完之后 我们一旦再去重启 大家看 它又会清空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期望的是 它每次执行这个 就是每次重启的时候 执行到这来 它都是一个累加处理的 但是它 我们写这个flag 它没有识别 不是flag 没有识别 所以它就没有做成这个累加处理 它就做成那个重写了 重写之后 就把之前那个日志文件给清空了 这样的话 我们改成flag之后 我们看一下 改成flag之后 我们现在启动了 我们刷新三次 然后我们看一下日志文件 有三次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重启 重启之后 回来一看 还有三次 然后我们再刷新两次 大家看 一共就是五条日志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改成这个flag 然后 当时在讲那个代码的时候 当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后期呢 视频中应该是做了处理 就是 把那个当时讲这个地方的这个视频 加了一个文字的提示 就是大家不要写错了 这儿呢 我是写错了 然后 就是到现在 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改过来 如果大家一开始 就按照视频的提示来做的话 不会出现 我后来日志被清空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儿呢 还是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就之前 这个地方 有点马虎了 但是 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好避免 就是你再怎么仔细 也不能保证说你写了 你一天写好几百号 好像上千号程序 就不会出现这么一个错误 是吧 那还是 就是发现错误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测试啊 去连条啊 去能及时的把错误找出来 这样就OK了 好 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这个日志整体的说完了 就是这个日志整体的说完了 说完之后呢 我们做一下总结 就是本章日志模块的总结 第一个呢 就是日志对所有端的重要性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过 相对于人的眼睛 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 相对于人的眼睛 如果没有日志的话 你这个所有端的运行 基本上就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然后IO性能瓶颈 就是我们当时介绍完日志之后呢 我们就立马介绍了这个 NodeGIS处理文件操作 对吧 然后处理文件操作 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然后后面又提出了这个所有端对IO的 操作的这个性能瓶颈 它比较慢 然后怎么通过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CPU 有限的内存去提高这个性能 通过Stream的方式 就可以去提高性能 对吧 NodeGIS怎么去操作 当然Stream的方式呢 我们讲了很多的例子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通过Stream去写日志 以及怎么通过Stream去分析日志 分析日志呢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readline的方式 分析日志 然后另外呢 就是通过ChromeTime来拆分日志文件 这个呢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 如果你能记住 那当然最好 自己练一下 自己记住 然后自己会用 如果记不住呢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就是日志是怎么拆分的 但其实到时候 真正的这个系统跑去来 也不一定说 非得就是我们作为开发人员 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专门的运维人员 去做一些事情 好 那日志讲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看一下 另外一个大大话题 就是安全 帮助我